本土 民主 反共 寶萊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大家好 我是四眼哥哥鄭敢滿 我全力支持六號梁天琦 香港的核心問題就是政制問題 六號梁天琦提出民主政治自決前途 解決方案有三 一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面直選 貫徹香港自治 二 反對外部政治干預 維護香港自主體制 三 盡早商討2047後香港前途 最終以港人意願為依歸 我願意請大家全家票投六號梁天琦 多謝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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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 好開心 很可憐 不要笑 鄭國鎗落荒而途 不是呀 教授說了那個 不是呀 你到底是誰 你是人頭 也很討論 這樣也看不到這片段重點 剛才那條片的重點 當然是鄭國鎗衝擊會場 我知道 我看見是,他衝完一套,然後衝到另一套 他衝完這套門口入不到,衝另一套門口入 你只是看剛才那條片是RTHK的 你只是看剛才那條片,是鄭國漢衝擊會場 還在跟學生動手,這真是勇武校長,領藍 校長勇武抗爭,領藍 當然他不是抗爭,亂說什麼 這是領藍昨天出現的狀況 開校董會開不了,為什麼開不了呢? 事態是因為學生不滿意 不滿意就是之前要求過這個校董會成立 專責小組檢退校董會組成的議案 以及關於是否校董會有個半數的成員 都是由特首委任之類的 什麼資女呢?你清楚一點 人家的訴求,你的資女 所以你這些是殘體人 人家的訴求你都可以簡化他 你說一次的訴求 那時候就是要求校董會成立專責小組 最主要就是檢討特首校監的必然制 上個月的時候他們就否決了 非常之不滿 亦都是當時那個校董會主席 即是否決成立這個專責小組 對,否決成立這個專責小組 然後校董會主席還出來說 這個校董會的改革問題 沒有什麼迫切性地說 令大家非常之不滿 而且為什麼大家這麼不滿呢? 其實他早前就跟學生說 因為他早前 其實十月底的時候都包圍過他 他那時候就說 會聽大家的意見 你們想成立小組 好,我聽你們的意見 但是後來一月初的時候 又在開會的時候 又否決成立這個小組 同學就覺得他有些出議反議 非常之不滿 所以昨天在他們開會的時候 包圍著他,讓他們開不了會 學生的說法就不是這樣 學生的說法就不是包圍著他 等他開不了會 學生的說法就是 要趁他們開校董會的時候 就要等校董進場的時候 逐個向他提出質問 其實在剛才那個畫面 其實就是 即是昨天發生了一些事 學生就是包圍在會場外面 等候那些校董進入會場開會的時候 去提出質問 剛才那個過程 其實見到有個學生 就是一直叫校長冷靜一點 叫他不要推撞學生 就說現在大家在討論 質詢中 校長又說 你等一下碰到我 他說不是 他說你扯我的衣服 那些什麼東西 在那邊推 看到校長就嘗試 衝破學生的防線 就要衝進入這個大樓裡 就開會 而且就是 衝這個門口也衝不到 就跟著 類似聲東激勢那些 就轉去另一個 然後那些學生就追捕他 你不可以這樣在那裡進去 你不可以就這樣在那裡進去 那個校長鄭國康就沒有說給其他同伴聽 因為有其他校長 其他都進不去 他就進去 不是 配合的 配合就是 有時候你供這邊我供那邊 有時候群眾運動就是這樣 讓他游離一點 分散一點 是啊 你不要太聚集 這樣很容易被學生包圍 我經常都要留意 要流動一點 然後 結果 昨天校董會就開不成 留會 怎樣留會 告訴你 當時三點半的時候 正如畫面所見 就包圍住 鄭國康 他一個人好勇武就自己衝進去 嘗試 嘗試這樣衝進去 結果衝不衝到 其實他在保安護送之下 在另一個入口 是衝進去的 是衝動 但是其他校董就差一點 就是說 有些就衝不到 有些就衝不到 就是歐陽百權 應該是校董會的主席 歐陽百權 他似乎就不太衝到 他就自己坐車走了 去到下午四點半 即是說 原定開會時間的一個小時之後 這個校董會的教師代表 Peter 不太懂得 Peter 他就跟學生說 就說留會了 結果就開不了會 你看到 因為要接著兩件事 除了這個校董會 沒有辦法開到會 還有鄭國漢 其實鄭國漢的表現都挺粗的 就是 就是在那個 因為原本其實 就是剛才那個場面 你就看到 他們其實是在外面 就是這個推撞 但其實原本他們是在說話 其實原本就是看到學生在門口的時候 然後學生就跟他們在說話 然後那一刻 他們就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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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就是一個校長的風範 可以說是蕩然不存 他不是被人 他不是被人推穩而陷入了一個很狼狽的局面 他是要與學生推穩而陷入一個那麼狼狽的局面 結果 我這裡覺得 怎樣能夠 即是 他到底到什麼社會環境可以提出一個醜分的校長出來 即是 有評論但論有什麼值得的東西都交給你 不是 好像你做校長那樣 我相信我做校長會好一點 起碼善食會改善一點 但我想說校董會 首先我想討論校董會的組成 其實現在的離譜情況是 他本身有33個校董 相見是不是有那張照片 有33個校董 有18個校董是由梁振英直接委任 然後有7個是領大教育公司 就是領大自己去委任 之後有3個是教職員互選 之後又要領大去委任 之後有2個是校務會 教務會互選 然後又去校董會委任 然後有1個校長1個副校長都是當然成員 只有1個是學生代表 只有1個學生代表 就是學生會會長 而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在10月19日的時候 就已經衝擊那一次 而那時候 學生問他的訴求各樣 我想歪歪看 10月19日其中一個校委會成員 黃君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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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見到學生會 即是唯一一個學生代表 在領大校董會 他見到學生會會長 劉振林的反應是甚麼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 10月19日當時其中一個校董 他見到劉振林的時候 他其實是唯一一個學生代表 但他竟然是完全不認得他的 我自己覺得 所有校董 都完全不會尊重任何學生的意見 從這個 我今天找資料的時候再看 其中看到這段 所以你之前說 他們是有答應過 你剛才那條片的重點是 他不認得學生 是啊 好 他只有一個學生代表 是的 已經是很離譜 對 然後之後 你說要組成一個小組 即是耍狗學生 學生都叫做妥協 你說叫個小組 只不過是開個小組來討論 都不是要求你甚麼 而他們最終是 他們自己的校委會 即使召開那個委員會 那個委員會 也很有可能就是房子 要來做公關 那委員會 可能最後得出來的結果 都是這樣委任法 這意思是 連門面功夫都不肯做 連都不肯做 所以殘體做節目的方法 講那麼久 幾句就講完 我們看到現在各個大學的校正 以及大學管理 都成為一個學生運動的其中一個焦點 那件事雖然是不能夠深入到各個層面 都能夠引起共鳴或者參與到 但是這件事是去到周圍的大學 都會發生類近的情況 例如今天 今天就是這個廣大的校委會 廣大的校委會 今天又開會了 但是今天開會 因為發生過不同的示威事件 以及學生要求對話的事件 那於是 今天校委會 其實上次已經是 一個偏遠的廣大的建築 另一個建築 已經是遠離campus的一個建築 來開會 但是上次都出現圍堵 那這次怎樣呢 就是今天再開會的時候 結果 就去找了這個 灣仔會展 灣仔會展到開會 這就是正式成為一個流亡校委會 就是一個校委會沒有辦法在自己的學校裡開會 那你跟流亡政府有什麼分別呢 你現在就變成了一個流亡校委會 一定要在外面開會 那些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說法就是 因為要顧及生命安全 是李國章所說的 這是李國章所說的 這是李國章所說的 李國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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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國章說這個 因為生命安全的問題 就是人生安全最重要 那就是怎樣呢 就是說他現在開一個校委會 是會面對一個人生安全的 那你在面對什麼的情況都可以 我是不是應該給你掌聲呢 是不是應該加許你的勇氣呢 但是你是權力的一方 當你作為權力的一方 你是要擔心人生安全的話 你就要考慮一件事 或者大家都要思考一件事 就是究竟 那個權力的一方 是多麼離譜 是去到一個多麼暴躍的情況 才會令到那個當權者 是會感受到人生安全的問題 就是你沒有理由的 無權者是怎樣能夠 為你帶來人生安全的威脅呢 就只有很多無權者 都是受到壓迫 然後去到一個沒有辦法的情況下 唯有要去對抗你 上次看回你那張逃走的狀況 他自己寫過 那些學生根本就沒事 根本就沒事 你馬飛心走出來都還沒有搞他 是 其實應該搞他的 應該搞他的 應該搞他的 我也很奇怪 你那張人生安全的說話 說到受到威脅 也都嘗試去塑造到 一些有訴求的學生 要求到去檢討 這個大學管治 大學管理的問題 因為其實 港大那件事就是 當然那也是核心的結構問題 就是究竟這個梁振英 和這個梁振英任命的這個校委 究竟是有沒有能耐 可以用一個政治的手段 干預到這個大學的 教職員的任命 和這個這樣的拼任呢 那件事最初的源起 就是這個陳文敏 那個這樣的拼任的問題 結果就是在毫無道理底下 不獲拼任 而且毫無解釋 甚至乎其實根據錄音的流出 那個解釋是相當之離譜的 是一些相當之離譜的解釋 例如就是說 沒有去慰問奴重謀 例如就是說 這個這樣的論文 Google的結果不夠多 又例如就是說 沒有這個博士的 是不是沒有博士的學位 是不是說沒有博士的學位 沒有博士的學位 諸如此類這些不成理由的理由 好了 然後也要求全面檢測 然後在這樣的風波下 還要任命 這個李國章 作為一個校委會主席 好了 那究竟那件事 是有沒有王法的呢 究竟那件事 是梁振英作主 還是大學自己的校主 這是關乎大學自主的問題 好了 然後發生了不同的校委會 抗爭的事件 然後抗爭結果就是 搞到這個校委會 變成了一個流亡校委會 結果來說就是抗爭已經很有效果了 但是問題有沒有解決到 這個問題是沒有解決到的 還有是 一個這樣的校委會 你要開會去研讀 去討論這個校政 學校政策的問題的時候 是不能夠在大學裡面開會 那正在用的錢去會展 訂購場 還要不知這群傻子會不會叫外賣 諸如此類的叫倒匯 哔哩巴拉 那是誰要找的呢 是誰要找的呢 就是用學生的學費 就是用學生的學費 或者是原本給學校的資助 都是講大實 他自己應該用在教育上的錢 就不是給你這群傻子 去開一個會 怎樣對付學生 大佬 開會去討論一下 怎樣搞好學生 或者開會 開記者會 怎樣講究學生壞話 怎樣威脅人生安全 這個是一個社會的輪喪 一個這樣的 就是大學 一個地方的大學 你顯示了整個這樣的地方 他那個這樣的文化 還有那個這樣的 作育英才的一個最高的學府 他的做事的方法 和他做事的風格 就顯示著這個地方 他的這個地方的教養 這個地方的文化水平 你看到一群這樣的人 他們是在做大學的 作育英才的工作 這個接下來會是一個什麼社會呢 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 但是遊行的是什麼呢 我們要珍惜 我們現在有的這群學生 現在這群學生 因為在這樣的社會環境 在這樣的面對著一些不堪的大人 一些這樣的大學的作主人 一些這樣的暴君 依然有一群學生 去爭取 去極力希望去保護著那個校園的風骨 這個是很難能可貴 而事實上 我再講一次就是 過多幾年 他們拍拖子就畢業了 其實那件事 真正關事的 不是關他們的 是關香港的未來的事 他們現在在鬥爭的事 是關乎我們這個香港 未來究竟還有沒有作育英才的最高學府 那個還堪不堪稱的最高學府 那個還是不是一個有質素的最高學府 他們在爭取的是這件事 但是那件事是不關他們的 他們讀了這幾年就離開了 而關的是什麼事 是關我們的下一代的事 而他們這麼小的 他們沒有下一代的 你明白嗎 大部份應該都沒有的 大部份沒有 可能小部份有 大部份是沒有下一代的 他們是為了一個香港的未來的 有些人會覺得 譬如我昨天在搭的士說 我昨天在搭的士說 聽到一些電台的新聞 然後我在笑 因為我去會展開會真的很好笑 我覺得流亡校委會真的很好笑 你那張應該穿得像大賴喇嘛 然後我很笑 然後那個的士司機又說 現在的學生都不知道為了什麼 在那裡搞的 為了什麼 好好的畢業 那件事是為了整個城市的未來 那件事甚至乎不是為了自己的前途的未來 是為了整個城市的未來 是為了整個城市的未來 是為了整個城市 還會不會有一個有水準的最高學府 繼續為了這個城市 這個土地去培養人才 那件事是崇高的 你明白嗎 那件事他們不是在爭取自身的權益 他們不是 譬如我們去爭取投票權 我們去爭取普選 我們都是爭取我們自己有的一票 他們爭取的不是這件事 他們是希望未來這個地方 這個大學 都還能夠 是堪稱是一個大學 他們還希望香港 即是我們的家園 是有一間大學 是有一間真正的大學 可以為我們這個地方 去繼續培養到人才出來 去令到這個城市 令到我們的家園變得更加美好 那件事是你要了解一件事的崇高之處在於什麼 而不是說 這些學生搞事為什麼 你說得對 他們搞事為什麼 他們搞事為什麼 而你會 你不明白搞事為什麼 然後你會怕到一些人是為了巴士加價 或者是天星小林加價 但你不明白他們在為什麼 他們在為的就是為整個城市的未來 但很多人其實都未必聽得明白 聽不明白嗎? 我當然明白 因為他們是超乎他們想像的 超乎他們的價值觀 即是你不是為了自身利益 你不是為了錢 你說這些東西利益 即是他們很難理解到 這是什麼一回事 而且我有一件事想說 例如現在李國將這些說法 當然很無稽 如何為自己自身安全 但我覺得他們 他們把這個說法 人身安全最重要 是扣了現在 所謂的亡國大戰 魚蛋革命的事件 即是把他們說 現在這些年輕人很想保力 所以就影響到人身安全 即是他們想用這些 扣下去這些形象 上次都說學生好像吸了毒 對,上次都已經說吸了毒 另外一個就是 我覺得他們不同的大學校長 或者高層 其實已經有了 因為現在很多大學都在吵架 就是要檢討大學條例 遙遙去說不同 你想說快一點 對嗎? 我想說沈祖堯 有一個說法 我覺得是他們 已經統一了後勁的說法 是甚麼說法 快一點點 就是 希望大家 在討論這些改制的時候 要把人和制度分開 如果你不喜歡的人 就不代表要改這個制度 改這個制度 又不代表解決了 你不喜歡這個人的問題 而我覺得 是甚麼意思 沈祖堯的意思是 應該分開你對不滿制度 還是不滿個人 即是說你究竟是不滿 現在這個特首校監必然制 還是不滿梁振英的說法 是 很清晰的 當然是不滿制度 這個很清晰 他的說法就是這樣 他的說法就是 你們都是因為 他想引出來的說法就是 你們都是因為梁振英不喜歡 就沒有理由 而他的說法是 是昂貴的 因為你那個 他最後一句是這樣 你改變了制度 未必改變到你不喜歡 梁振英這些人 依然在位 就顯出了制度的問題 對 對 他又沒有改變制度 即是 在良好的制度 大家是不會出現梁振英這些人 我覺得校長 梁振英的傳活是顯示了我們的包容 對 我們太能包容 對 引用張曉明的說法 梁振英這些人繼續傳活在這個社會 是顯示了我們的包容 對 所以我們那件事已經是不對人 已經是非常不對人 是針對制度 對 這樣 你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新評論? 我覺得你包得很好 包得很好? 休息一會 你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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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project 你老闆 Shaw